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最近是愛回家的李子晴 上位了 話說 李子晴激突上節目 引起熱烈的討論 網友大讚不得輸 話說 二年二十八歲的李子晴 原來是2018年的港姐 但是落選 落選後 簽約無線 加入了愛回家 在當中 扮演大學生Fanny 和威龍員工 而開始受到網民的關注 和觀眾的關注 近日 他穿緊身運動裝上陣 參演節目 六二一 我不想病了 短劇 憑著激突的身材 送出 引起網民的熱烈討論 有什麼話 厲害 原來 李子晴 入行前 為視覺藝術導師 曾經為港鐵製作 桌上遊戲 培討論 培訓小學生搭車的好習慣 厲害的藝術家 兼教育家 2018年 參加港姐選舉 落選後 除了參演愛回家 還獲派J2 節目 六合彩 因此被網民封 六合彩女神 原來 根據報導 原來他有34師 封滿尚外的李子晴 早前在明星運動會 穿緊身衣服 參加射擊比賽 已經憑激突身材 引起不少網民的關注 最近他參加 《依依我不想病療》短劇 又再穿緊身衣吉 露背運動裝上 登記 網民的熱烈討論 嘩嘩 厲害 所以 網民 看看怎樣說 原來網民說 在短劇中 李智晴被稱為肥晴 為了減肥 狂做運動 拒絕進食 原來李智晴在節目上 穿了一件 Spa Top 再加一件 奴妖長衣 網民看完節目之下 紛紛大堆 很大包米 沒得輸 流鼻血 和光蓋珍珠 人又漂亮 聲音又甜 好立體等等 這樣說 看過 的確 我的照片 很精彩 大家可以上網自己搜尋 李智晴在社交網站 但不時又貼出泳衣服 來照 不過他接受這個 傳媒訪問時 否認想行性感路線 反而想自己走到文青路線 但如果是劇情需要 他都不抗拒性感一些 健康打扮 他又指 今次的節目 是為了一拍 要露到背脊 所以他才會選一個 少少露背脊的運動T-shirt 來拍攝 咦 這樣說 嘩 看的照片真厲害 我自己都覺得 如果他真的 這麼有 努力 為自己 鋪路上位 我想我們網民 都有眼看 如果有機會 我們都希望 給他一點支持 希望他 能夠繼續努力他的事業 我高燈仔 都很欣賞 為自己 努力打拼的人 今天就這樣 先介紹一下 再見 咦 我覺得 好 嘻 有 呢 有 可以 說 有 在 想